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 旺中集团一开始很支持他 但后来不支持的原因是不听话 还暗示旺中集团曾要求他讲一些话 但后来发现自己没讲韩国瑜却很配合 旺中董事长蔡衍明稍早清上火线 追问柯究竟是哪一句话 柯文哲今天没有公开行程 接受媒体联访时依旧没有名字 中国曾经要你讲什么 不是啦 不是中国啦 就说不要这样讲 不要说中国的代理人家叫我们讲什么 对大陆方面会表达善意 但是也不见得说每一句都要听你的 所以是台湾主理性我们是要确立 这是我的态度 柯文哲也提到郭台铭如果要选的话 该舍要舍 特别是对岸的资产 民进党一定贴他董建华2.0的标签 这也是他要说明处理的 不然会变成打选战最大的罩门 我是每日中都可以接受 但是跟每日中都没有瓜葛 因为我又没有财产 他是每日中都可以接受 但是跟三个国家都很大的瓜葛 柯台铭还是很多缺点 小缺点是这样 比方说会骂部下丢东西 这个坦白讲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以前在台大当教授也是 东骂西骂 小缺点我认为改正就比较快 但是那种比方说 哇 你这80万人工在大陆 你却行没有改改 这个就是大问题 至于郭柯王三邦会谈 何时登场 柯文哲依旧没给答案 找个机会 大家都坐下来 除了忧心以外 到底熬表没有嘴 总是有大家谈谈看嘛 所以三邦会谈应该要办啦 这个同时找出时间也不容易 不过我们让幕僚去 大家去排个时间嘛